哈喽大家好 我是旅行者土豆 单车骑行大喜本 目前是到了甘肃的张业市 今天呢 从张业市开始出发 下一站就是九泉和嘉玉关 离开之前来吃上一碗 这边的特色牛肉小饭 张业特色牛肉小饭 我以为是米饭 没想到它是这种 小颗粒的面条 这个是小份的 七块 然后里面还是有 蛮多牛肉 我以为是米饭 黏糊糊的 这放点辣椒感觉还可以 一说了一 我以为是饭不是饭 那个正式离开张业了 离开赛上张业 天气又是这 不了不了 下午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哇 九圈方向 哇 这一路过来 真的有那种江南水乡的感觉 哇 这今天的感觉都不像是在那个大西班 而是江南水乡 赛上江南果然名不虚传 过了张叶 大概20公里就没有那种江南水乡了 又是一片黄土了 那感觉我们已经上高速还有什么位战 哇 谢谢 他们不会真的已经上了高速了 哇 真的怎么搞到高速上来了 高速收贝 有点不会吧 我们直接搞到嘉余关去吧 我知道为什么我们刚刚走的段都没有大河车 大河车程度上高速了 哦 然后就睡一下 就跟我在新疆那个库车 到库车的时候 下那个收贝口 这个应该是给过的吧 这边是没有其他的 哦 可以可以 飞机动车靠右卖行 yes ok 到了临折县这个 丹霞广场 哎这感觉挺不错的 这游览一番 可以找个地方在这里搭个帐篷 可以 在这边浪小的吗 干嘛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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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游沙河景区 在景区里面碰到小姐姐 他把我们带到那边 另外一个地方叫南城 陈南公园那边 那边是个大厂 我们人也比较少 环境也幽默 原来七彩丹霞 原来就在临泽县 之前是不知道 要不然都不用从张业坐车过来了 直接直接过来 反正都要路过 这个县城绿洲 这边也可以 今天晚上准备在这里露营 这个陈南公园 被感谢两位姐姐帮我们带到这边来 这人少安静 草屏庄 真好 今天晚上帐篷搭好了 看看饺子终于换上新帐篷了 他换的也是三丰的帐篷 跟我一个品牌 换个鱼鱼鱼帐 你看这空间大很多吧 就好 你把东西放进去你就知道 你睡在里面睡一晚 你就知道双人帐多香 真的 没错的 好 它的是真土 我的是飘云 现在去旁边的公共卫生间 拔点水 这边的公共卫生间搞得特别干净 还是全自动的门 哇 这个条件 可以 看这个季节 满天的分絮 马上先煎上两个鸡蛋了 今天晚上煮这个面条吃 不是泡面 是这个 重庆小面 简单吃一点 不想泡太厚子 哇 饺子今天晚上给家村了 肉丸子 看我这个面 你看看他都不太有声音 这是明天早上的早餐 黄瓜 煎蛋 面包片 这个是 芝士 芝士 有芝士 芝士 明天早上前 烧点开水 冲个豆奶粉 然后吃个面包 也可以出发 我有 你有啊 那有那种麦片葱呢 最流年 飘泡 花开花 花开花落 日生日暮 真情如烟波 人知之寂寞 谁在乎因果 超级 超级 超级超级 越远越陌 看破不说破 太淡薄 云谁能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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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